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女子虽然对此十分不满 但没办法小花的魅力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这种事他们也不好责怪小花什么 为了吸引小花的注意 吉克南中的情歌王子越南唱了一晚上的情歌 小花虽然对越南有些动心 但因为脸皮比较薄 没好意思表露出来 此时天上突降大雨 由于众女子只准备了一点帐篷 所以很难靠她躲过这场雨 对面的吉克南虽然帐篷充足 但谁都没好意思过去借 思考再三后 众女子决定躲进附近的破庙 这间破庙虽然残破的不像样 但索性漏雨的地方比较少 因此不管是避雨还是过夜都不成问题 没过多久 吉克南们就跟到了这里 为了让小花一伙人主动投怀送抱 越南故意讲起了鬼故事 众女子虽然猜到了越南的想法 但是无奈 鬼故事的杀伤力远比想象中要可怕得多 幸好此时窜出了几只老鼠 让一众男生圆形毕露 见此轻轻便决定 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主动讲起鬼故事 甚至还想到了假装被鬼上身 这种办法来吓唬男生 接着亲亲又与同伴们配合演戏 谎称众男子身边出现了第六个人 吓得男生们慌忙逃离小岛 男生们走后没多久 大雨便停止了倾斜 众女子得以离开小岛 返回城市之中 由于亲亲连续玩了一个星期 所以作业基本没动 不过还好她有孝公帮忙代劳 孝公的丈夫在跟孝公打招呼时 意外在亲亲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条会动的绳子 可是当她想将此事告知孝公时 绳子却又失去了超能力 变回了普通绳子 夜里绳子再次开始乱动 并且还爬到了亲亲的身上 亲亲此刻正处于熟睡状态 所以下意识地拨开了绳子 导致绳子里的灵体被意外赶了出来 灵体的外表是一位清朝男鬼 该男鬼的思想比较封建保守 可被逗性的亲亲却把男鬼当成了变态 还好男鬼跑得快 同伴们并未看到男鬼 所以便没有把亲亲的描述放在心上 认为亲亲只是做梦 没过多久 男鬼就再次现身 面对一脸惊恐的亲亲 男鬼决定坦诚相告 主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就像亲亲所看到的那样 男鬼并不是人类 新朝时期 有个名叫朱春才的读书人 因为考试多次落榜 弃走了妻子 在极度的举望之下 春才选择了自我了断 由于他的自尽方式是上吊 所以导致死后 灵魂依附在了上吊所用的绳子上面 而这个朱春才正是眼前的清朝男鬼 亲亲一伙人上次用来避雨的破庙 则是春才的亲生场所 离开小岛前 亲亲为了打包随身行李 顺手拿走了春才用来上吊的绳子 导致春才被一同带到城里 而那群男生之所以被吓走 其实也是因为发现了春才的存在 由于春才不太习惯现代人类社会 所以他希望亲亲能把他送回去 亲亲告诉春才 学校最近在搞运动会 他抽不出时间 估计得等一阵子 春才听后便只好暂时留在宿舍里 由于宿舍时代太无聊 春才竟偷偷跟到了学校更衣室 亲亲现在在忙 没空跟春才闲扯 所以只能将春才赶走 没过多久 一名敌社女生突然跑过来向亲亲挑衅 甚至还随手拿过灵魂绳充当跳绳 用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亲亲是红棉社的主将 所以敌社人士基本都看不惯他 除了与春才通灵过的亲亲以外 其他人都看不到春才 所以春才才可以随意在运动场上走动 不过在面对没有见过的庞然大物时 春才还是感到无所适从 敌对女生实力远超亲亲 并且还在无意中伤到了春才 所以春才决定报复 故意在比赛时捣乱 只是没想到 即便是晚出发 再加上摔倒 敌社女生还是获得了第一名 见此春才只能改变战术 在捣乱的同时帮助亲亲 通过春才的帮助 红棉社渐渐将积分追平 甚至亲亲还在春才的帮助下 数次打破世界纪录 反观敌社女生却在不断的刷新最差成绩 最后的接力赛上 春才通过更换敌社的接力棒 再加上死死抓住敌社女生不放 终于让亲亲以微弱的优势 险胜敌社 拿到了全校冠军 经过此事后 亲亲与春才的关系明显好了不少 甚至亲亲还希望春才留在这里 和他当一辈子的朋友 可问题是人鬼并非同类 而且万一发生感情的话 那双方最后肯定是悲剧收尾 不过在亲亲的保证和彩虹屁下 春才最终还是同意留在亲亲的身边 某天小花和严如玉偶然发现 亲亲在房里跟人说话 因此猜测亲亲新交了男友 在两人的逼迫下 亲亲不得已只得要求春才现身 春才本不想再与其他人接触 但在亲亲的威胁下只能选择妥协 小花和严如玉看到春才身穿清朝官服 误以为春才是戏子或者白痴 春才无奈只能当场施展飞头树 谁知却因此将三女吓晕 之前孝公的丈夫在无语中听到了 小花和严如玉的谈话 为了解开绳子会动这一谜团 她偷偷来到了宿舍窗外 准备一探究竟 不过却先一步被春才发现 在春才的吓唬下 孝公丈夫也晕了过去 通过亲亲的讲述 小花和严如玉终于知道 上次亲亲带领红棉社拿下校园运动会冠军 全是春才的功劳 联谊舞会上 一雄歪瓜裂枣主动跑来向小花搭讪 搞得小花一伙非常不悦 得知小花正在为选择伴侣而头痛烦恼后 春才主动施展诡则眼数 让小花看清了对面男生的本性 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光环 光环的颜色则代表着次人的人品和思想 喜欢搞黄色的家伙 光环不用说肯定是黄色的 卡卡罗特表示有话要说 小花悉尼的越南头上有七彩光环 说明越南次人的生活多姿多彩 性格也没啥问题 小花可以放心的与她交往 在春才的见义下 小花最终接受了越南的邀约 两人顺利走到了一起 但是很无奈教导主任太过保守 严禁男女双方近距离接触 所以舞会闷得不行 因此轻轻希望春才想办法 将主任弄到别处去 在春才的施法下 主任被送到了男厕所 随着主任的消失 舞会终于回到了该有的样子 经过这件事后 越南便开始对小花展开追求攻势 春才觉得越南为人太过老实目呢 所以忍不住指点了越南一番 在春才的指点下 越南潜入了女生宿舍 与小花发生了关系 某天主任在上课时 偶然发现了小花写给越南的情书 由于看不懂情书内容 主任狠狠地批评了小花一顿 轻轻见此忍不住拿粉笔教训主任 可却没想到因为教训次数过多 导致被主任抓到 为了报仇 主任决定以同等方式来对待轻轻 可无奈轻轻有春才保护 因此无论教导主任怎么做 轻轻都吃不到半点亏 面对校长的询问 全体同学更是站在轻轻这边 气得主任忍不住动用仪容检查权 原本主任只是想以此来泄愤 结果没想到春才竟当众掀开了他的裙子 导致主任带头穿短裙 这下主任再也不能以自己为标准 要求各位同学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毕业考试的日子 只有通过了毕业考 轻轻才有资格参加年考 所以轻轻希望春才帮他作弊 可谁知他俩的乒乓球娱乐活动 竟被校工的丈夫撞见 丈夫这下终于确认 女子宿舍里有鬼魂出没 春才觉得帮人作弊有损形象 所以拒不答应 轻轻无奈只能将春才送回小庙 可谁知两人竟在半路上遇到了小花 小花因为上次的亲密接触导致怀孕 越南希望小花打掉 因为他不想现在就当爸爸 可问题是他拿不出多胎钱 甚至还对小花冷言冷语 春才没想到自己竟然会看走眼 帮小花选错对象 一气之下忍不住出手对付越南 越南除了小花外 还同时交往了其他女子 为了破坏两人的感情 春才疯狂在旁辱骂女子 越南以为是服务生在骂 所以便主动去找服务生理论 春才看准时机 一脚将服务生踹下水 扩大了服务生与越南之间的矛盾 接着春才又竟用越南的手戏弄女子 导致越南被挂上了色狼的标签 春才觉得越南也许还有救 所以便主动现身 称自己是小花的守护神开心鬼 如果越南敢抛弃小花 那她的下场绝不会好 面对春才的威逼 越南只得下跪求饶 搞得想报仇的服务生无法下手 严如玉的兄弟姐妹太过优秀 而严如玉自己却非常普通 虽然父亲表面安慰严如玉 书读得不好无所谓 但严如玉很清楚 父亲非常在意她的成绩 可她却并不是读书的料 所以这段时间里严如玉一直闷闷不乐 为了让春才帮忙作弊 轻轻决定使出激将法 说春才没有真材实料 就算是历史考试 她都帮不上忙 听到这话 再加上轻轻的烧绳子威胁 春才终于答应帮忙 利用减肥输腰为借口 轻轻成功将绳子带到了考场 有了这层保证 轻轻便不怕春才反悔 可却没想到 第一道题就是清朝灭亡的原因 说这种话是要灭九族的 所以春才不但没有帮忙 甚至还在考场内闲逛 反正只要轻轻点火 主任就会注意到轻轻 严如玉因为紧张过度 导致将预袭的内容全部忘光 为了通过考试 严如玉决定作笔偷看 春才不想让严如玉走邪路 所以忍不住与严如玉争抢书本 谁知却意外引起了 主任和校长的注意 就这样严如玉失去了考试的资格 轻轻因为不会答题 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咎在了春才的身上 甚至还说春才读过的书都是狗屁 但其实春才一开始就说过 现代人的考试内容 和古代人的考试内容完全不一样 但轻轻却根本不管这些 因为觉得愧对父母 严如玉决定一辞了之 亲亲和小花不方便靠近严如玉 因此只能向春才求助 可却没想到春才这次并没有现身 校公夫妻本想通过举报威胁 劝严如玉回头 可谁知却因此刺激到了严如玉 导致严如玉失足坠下楼命悬一线 关键时刻春才施展法术 利用气球救下了严如玉 并且还通过气球将严如玉带到了别处 校公夫妻见此 立刻将此事通知给了主任 主任这下终于知道自己之前的神秘遭遇 是因为遇到了鬼 另一边春才通过劝阻 终于让严如玉放弃了轻声的念头 之前春才为了面子 一直谎称自己是榜眼 可实际上他和严如玉一样 都属于拼命读书 却无法考出成绩的那一类 妻子为了供春才读书 每天起早贪黑白贪 还经常被色狼吃豆腐 父亲临死前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亲眼看到春才一锦还乡的那天 考试连续十次失利后 妻子便开始瞧不上春才 因此也就不再守身如玉 又失败了四次后 妻子还直接跟人跑了 这就是春才轻声的原因 由于心中有气没有发泄 春才死后并没有进入阴间 而是依托绳索成了孤魂野鬼 没有人比春才更懂得轻声有多么无用 所以在他的劝导下 三女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处境 在春才的鼓励下 三女决定好好努力 不再依靠春才来通过考试 只是没想到教导主任一伙 却出现在了宿舍里 为了驱除校内的鬼魂 主任一伙强行夺过绳子 并将三女赶出了宿舍 之前春才捉弄过主任多次 所以主任便认为春才是厉鬼 消灭厉鬼没什么不对 为了防止三女干扰去魔仪式 主任还强迫三女跑步 消耗他们的时间 此时天上电闪雷鸣 并降下暴雨 这似乎是在预示着春才将命不久矣 没过多久 宿舍里就传出了春才的惨叫声 三女清后终于忍不住冲进了宿舍 但是可惜去魔仪式已经完成 春才彻底告别了这个世界 自禁绳和春才命连一线 如果他被烧毁 春才自然也会跟着一同毁灭 可就在此时 宿舍里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 很快春才便再次现身 原来绳子和春才并非绝对命连一线 也许春才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又或者是因为心中的怨气得到抒发 改变了春才孤魂野鬼的身份 所以春才侥幸逃过一劫 自从与三女接触后 春才想通了很多事 当人比当鬼要好得多 可以尽情追逐自己的梦想 有得有失才叫人生 没有烦恼的人生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为了重新获得进入地府的资格 春才特意拜托三女 帮忙把她运到指定的地点 主任不明真相 以为三女深夜亮衣是受尽过度所致 愧疚之下决定给三女补考的机会 临走前春才还特意抽空 戏弄了校工丈夫 通过连续多次的惊吓 终于将丈夫再次下运过去 按照春才的指示 三女来到了地府通道口 春才希望三女今后好好努力 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身上 最后春才顺利进入了地府 而三女也在她的鼓励下 展开了新的人生 后来轻轻真的成了运动健将 并靠着自己的努力 战胜了敌社女生 还得到了敌社女生的认可 而严如玉也成功考上师范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越南浪子回头 不再当伪君子 决定娶小花为妻 同时还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婚后不久 两人的爱心结晶顺利僵士 不过这个爱心结晶 怎么看都长得像纯材 难道他会是纯材的转世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